有八九分走意的章儀 走上擂台 看著那個神高神大的擂主說 我們不如比試三場 好不好 誰贏了兩場 就算是今天的擂主 誰連輸兩場就自己下台自動自覺 那怎麼辦 大漢見到章儀 醉得幾乎站都站不穩 還在那裡跨下海口 心想 你這隻醉貓是自己拿來衰的 好 一約跟你玩一下也好 於是小少說 好啊 你說怎麼給就怎麼給 怎麼樣 三盤兩盛嘛 那第一盤給什麼呀 章儀說 第一盤 給 哪個 夠大力 啊 那個雷主以為自己聽錯啊 他妄妄張儀 見他的身形瘦瘦瘦瘦瘦 自己的手臂 都粗過他的大腿那樣 啊 這個人居然敢給自己大力 一打死都不信會輸給你了 好 就給哪個夠大力 你打算怎麼給呀 好簡單呀 喏 我們 你選一件東西 向遠處丟 看看哪個丟得遠 那就哪個大力咯 你說怎麼啦 這樣啊 好啦 丟東西就丟東西 那丟什麼呀 我定是不是 當然啦 剛才都說了嘛 無論你選什麼 我就不信會輸給你 好 好 張儀在自己三袖籠裏面 摸了幾摸 摸出了當日他在鬼谷寺裏面 本來打算送給玉蟬的 那把羽毛編成的羽繩 在上面拔了一條羽毛下來 然後對他大喊說 喏 不好呀 你家老爺欺負你呀 見你打了那麼多場 不想浪費你的力氣 我們 就丟這條羽毛呀 好不好呀 眾人見到說他說丟羽毛 笑聲就更加響了 哎呀 你以為小孩子玩泥沙嗎 在擂台之上究竟丟羽毛 那個狀犯看就看一條羽毛 疼疼疼 想反悔 但是自己是有言在先的 只好硬著頭皮說 好了 丟就丟咯 他一手搶那條羽毛 然後呢 向空中就出力一拋 那各位 不知道你有沒有飛過羽毛呢 如果在小孩子的時候 玩泥沙 玩個丟羽毛 那你就知道 凡是羽毛呢 你丟得越高 丟得越大力 反而越飄不遠的嘛 大漢拿著羽毛 向空中就用力一頂 不單止沒有遠飛而去 反而在掌風帶動之下 連飄幾飄 才落在大漢自己的腳下 重人見到羽毛 向上飄幾下 然後被風一吹 當堂飄回頭 最後 還跌在壯漢腳邊 人人都大笑起上來 張兒走過去 撿起羽毛 向空中輕輕一拋 然後 用自己的羽線一撥 呼 一股勁風就吹過去 將羽毛吹得飄飄蕩蕩 居然落在壹漲海外 張兒看著自己 扔那條羽毛落地 這樣才轉身 走過來大漢身邊說 怎樣 人兄 承讓 承讓 大漢很不分氣 你這個臭小子 你奸貌 我們再給個 當然要給個 說明是三盤兩勝 喏 剛剛我們給完力氣 下一局 下一局給什麼好呢 大漢見到剛才 他明明說給力氣 怎知道比賽扔羽毛 這樣來出貓 怕著他下一次 又不知有什麼鬼怪東西出 於是立刻就說 喂 不要再搞這搞路了 好似剛才那樣 真打就算了 張兒子想一想 那倒是吧 打擂台 當然要真打 那我問你 如果真打 那怎為之輸 又怎為之贏呢 哪個跌到台下 那誰算輸 哦 那就是說 無論有沒有打到人 總之他跌了到台 那就算輸了 當然啦 那何時開始計好呢 他大漢 那大漢就真的被他氣得 吻吻地跳 那何時開始計 打擂台 他就上了擂台 開始計的了 哦哦 哦哦 是不是啊 我和你都上了擂台了 不好意思 喝多幾杯而已 喝多幾杯而已 見到他張兒醉成這樣 人人都忍不住騎騎聲地笑起來上來 那大漢看看張兒 見到他都算不上是恩挑鬼命 但是 思思文文地 看這個樣子是哪兒能打得的 兼甲醉得你站都站不穩 如果剛才他不是出矛招 自己一隻手指就推了他下去了 於是他就說 哼 我看你這樣也知道你喝大了 那這樣 我站著 任你打三十拳 絕對不還手 如果在這三十招之內 你可以將在下打到下台 那算在下輸 哦 哦 哦 張兒聽到笑奇奇地說 哦哦 任打不還手 哦 那來讓我 你們在下多謝先了 不過 你說就算在下輸 那算輸就不是輸的 認輸才是輸的 好好好 你就算在下認輸 認輸 這樣也不能夠是輸 你說 我真是輸了 這樣才算 那大汗是真是被他氣到火遮眼了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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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說算 不說認輸 如果你打了我下台 那真是輸 那一言为定 章儿讲完之后 黑针是似无似样地 摆起个姿势 脚步浮浪地 走起那些醉步上来 兜着个大汉 左边是兜了三圈 右边是兜了三圈 众人的胃口都被他吊高了 大家本来都以为 这个醉猫一上去 肯定被那女主 看都不看就一脚就吹回来 啊 怎知道他在上面还可以捱得这么久 而且呢 刚才出了猫 赢了一场 现在又不知道他出哪里 众人都很好奇 看看这次章儿 又有什么奇迹过关 怎知道章儿 一尾就兜着个大汉 兜来兜去 硬硬硬又不出手 个个看到他心都不知道多么急 大汉就更加发火了 喂 这位大爷 你快点出拳 慢点啊 且慢点 章儿突然间打了个暗矿 停住脚步 想一想 不打得住 为什么你不打啊 我想呢 你又不还手 我就这么把你打到台 不算本事的啊 那大汉真的有点生气了 一股脚 豈有此理 你说 好了 按照你讲的 怎么才算是本事啊 呃 这个时候呢 就已经是到了将近冬天 大家都穿了厚衫的了 但是章儿似乎 好像喝多几杯 他整身躁热一样 又在三袖笼里面 摸出把雨线 连潑了几潑 滋滋游游地说 我问你啊 你说是将个人呢 一拳在个高台上 打到跌落地 这么容易啊 也或将他在地下 一拳打回上个高台 这么难点呢 还需要问的吗 大汉想都不想就说 当然啊 在地下将他打上高台烂的嘛 也就是啊 咯 你现在任我打也不还手啊 那么我将你 在这个 在高台上打得你落地 那么算什么本事呢 既然都不算本事 在下为什么要打啊 大汉这个时候呢 真是生气得几乎要谷爆那么快 好了好了 那按你说 怎么才算是本事啊 如果呢 我将你在台下打回上来 这样就算是本事了 大汉这个时候 真的没了耐性 那那那 算了 我本来是让你三十拳的 你既然不打 那现在轮到我来打你了 你如果真的有本事 那你就来打咯 好 那你说 我应该怎么打你 才算是有真本事啊 张仁在擂台打落地 算什么本事啊 刚才你自己都说了嘛 张仁在地下打回上来 这样才算是本事的嘛 那大汉听到 走到台边看看 擂台来地下都没够三拳 张仁又不算是很高 要将他打上来 都不是这么难而已 好 打就打 我们现在马上就下去 那 那一言为定啊 张仁呢 真是伏低的身 好像是想下台那样了 天仁在地下的时候呢 他好像那些走意又涌上来那样 身是沸泥沸去 用力拿着台边 这样才定着身形 然后他说 那你先下吧 要不是 在下下先呢 大汉看见这个罪猫这么迷惊 真是被他搞得烦了 我哪有你这么啰啰嗦嗦啊 那 我先下 啪一声 众生一跳 在空中就洗了招 燕子穿云 一跳跳成像几高 然后轻飘飘地站在台下 众人看见这个身形这么灰 但是落地轻盈 几乎没声 哇 身手真的够干净利落啊 人人都大声喝彩 但是章仁呢 他依然站在台上面 望着那条大汉 唉 那叹一口气 那头就连遥几遥 啊 那大汉急了 你另什么头啊 下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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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为什么要下来啊 啊 你不下来 我怎样把你打回上台啊 哈哈哈哈 章仁笑了几声说 喂 你这个人真是奇怪 刚才我们讲明的嘛 三盘两成 你都输了两盘了 还想打人 那大汉听到呢 真是又急又怒又火滚 又奇怪 明明第二盘都没打 谁说输了的 哈哈 啊 刚才你自己说的 我们大家打雷台 谁跌了到台下 谁算输 那现在呢 我还站在台上面 你呢 你看看你站在哪里 哈哈 大家说了 我们两个 谁算输啊 众人是这样才明白过来 是吧 刚才他在台上的明明 讲得很清楚 谁跌到台下 谁算输 结果现在的大汉 是自己走到台下 张儿还站在台上 那就分明输了啦 大家都不由得对张儿的机制 就佩服到五体投地 人人都喝起彩上来 嘿 当然站在台上就赢啦 是啊 站在台上赢啊 嘿 这些叫做斗智 不斗力的嘛 那条大汉听到 真是火滚到什么感 刚才走回上台 和张儿 自己的口才和机制的而已 想不到真是赢了啦 现在听到有人叫他姑爷 那些酒意又涌上来 都未来得及仔细想想就说 好 姑爷就姑爷 最紧的又酒喝啊 快点和你姑爷上酒 他实在是喝得太多了 站在台上又被风吹了这么久 现在一下子是酒意上涌 整个人一软 鼻啪声 跌在地上 混混沉沉沉沉之间 他感觉到 自己被人抬了上辆马车 然后在大家的欢呼声中 就一直向前而去 张儿这一醉 那一觉就睡得真是凉了 等到他再醒回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的凌晨了 听到有鸡体 张儿就这样才扎醒 一看 咦 为什么不是自己住的地方呢 再仔细望向自己的身上 哇,一事不华 平时自己睡觉都穿上衣服的 啊,难道真的喝得那么多 醉得太厉害 所以连衣服都脱了自己都不知道 正在想着的时候 突然间又闻到一股奇香 咦,是哪里来的香气 闻到人那么舒服,那么好闻的呢 他伸手一摸床皮 哎呀,这样吃就惊 因为这床皮呢,非常柔软 根本和自己平时盖的皮是不同的 章儿睁大眼仔细看一下 哎呀 自己在一个很陌生的房间里面 依照房间的摆设 似乎是个女子闺房 他伸手,想摸一下有没有火刀火石 点着一下房间的灯啊,或者蜡烛来看清楚一点 怎么知道伸手在床边一摸 摸到一条光烈烈的手臂 章儿吓着一惊 即刻将床皮一掀开一看 哎呀 原来睡在自己身边的 是一个赤身裸体的女子 章儿是一下子整个人扎醒了 他即时将床皮蓋着自己的身体 喝着说 你,你究竟是谁 为什么睡在我身边 那女子似乎也睡得很软 被章儿一吵就吵醒了 看到章儿吃惊的样子 那女子揭着笑一笑 夫郎 你总算醒了 夫郎 谁的夫郎 夫郎你真是喜欢开玩笑了 昨日吉日凉宵 夫郎和劳家拜堂成亲 同结鸳鸯之好 现在劳家 已经是属于夫郎的了 你 你还在这儿说笑 章儿听到不如得道级有凉气 他仔细想起昨日的事 这样才意识到 原来昨日自己上台打擂台 人家摆擂台比武招亲的 那伙计说 如果打赢了擂台 不单只会有很贵重的宝贝 而且还有一件欺世之宝 啊,那个所谓的欺世之宝呢 难道就是眼前这个女子 哎呀,闭家伙了 当日自己真的喝得很醉 都不分下 轻重黑白 就走上去打擂台 打败了个女主 又糊里糊涂 神推鬼鬼 做了人家的老公 都不知道 哎呀,闭家伙了 想到这儿 想到这儿 张爷不如再叹一口气 姑娘 哎呀,我看我们搞错了 呼啊,呼郎 我哪有搞错呢 终生大事来的吧 那些来打擂台的 奴家一个都看不上眼 唯有见到呼郎 奴家 才觉得眼前一亮 我当时就知道 我这一生人 无论是生是死 都是属于呼郎你的了 张爷听到你 这魂就真的轮到他有点急了 姑娘啊 我和你素媚平心 那 那怎么能够 你一见到我 就是生是死 都是属于我的呢 你甚至 连我叫什么名都不知道 又怎么能轻易托父终生呢 呼郎 你这么说就错了 名 是他人所赐 是身外之吻 和奴家有什么关联呢 奴家关心的是呼郎你这个人 知你姓什么名什么 奴家 又何必你这么多呢 看着这个女子 活色生香的身体 张爷不禁 又想起云梦山里面 自己的师姐欲蝕 想起他 和自己讲过的话 唉 这个女子的样子虽然漂亮 但是他的品性 如果和师姐相比 真是参天共地 一想到这里 张爷甚至 在心里面 对这个女子 有点讨厌 听 欢迎讨厌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感谢观看